11月正式的开示了台股 有没有机会往上的再做电高 有年底的做账行情吗 当然先围绕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预计台湾时间星期三 美国会陆续的有票数的开出 目前已经有47%的民众们 用邮递或者直接的到投开票所来投票了 那么台湾除了关注美国选情之外 凯基投顾认为无论谁当家台股都会涨 那大盘的部分在上个星期五开低的拉高 是不是有已经看到初步的支撑了呢 等于说季线跟半年线会不会已经有回测完成 但是也不排除今天还会反复的在震荡来测试支撑 凯基投顾认为无论谁当家台股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那么我们来观察一下包含像是川普如果胜的话 有可能台股会先跌才涨 因为川普可能他的不确定因素比较高 还有可能会调高关税 那第二个情境是如果贺锦丽胜选的话 台股就直接的开盘涨 等于说星期四的台股有机会直接涨 这个条件是贺锦丽要当选 那如果说川普不认输 这个地方可能台股拉长整理的时间会更长 所以凯基先研究了这三大的情境 无论如何选举之前都只是故事 这都是大家都在看故事 故事进行ING 真正的事实是美国的云端大厂 上个星期宣布了调高明年的资本支出 这对于台湾是确定的事实 我们待会来看科技股会不会有所支撑 那提到了美国51个州 全美国现在已经有7500万个人 已经提早的投票了 这占四年前美国总统大选总投票人数的47% 当然关键州在哪里 乔治亚州四年前川普曾经在这个地方验票 可是后来票数还是给拜登 那现在乔治亚的400万选民已经是投票了 目前是总投票人数 乔治亚的这个部分 占了四年前总投票人数的8成 所以乔治亚州的选民很积极的 已经提早的8成都完成了投票 另外在台积电美国设厂地区 Arizona 亚利桑那 还有竞争激烈的北卡罗莱纳州 也有一半以上符合资格的选民 都已经提早的在投票 现在重点是什么 花旗证券认为如果川普胜选的几率 没有像原先预期的这么的高 那么认为川普交易应该要开始获利了结 要慢慢的出脱川普的相关概念股 甚至花旗认为最近有些表现比大盘好的金融股票 可以开始来逢高的调节 尽管如此 花旗认为年底之前 美国股市还是会有上涨的迹象 例如如果真的川普当选 他所谓的调高关税也不可能马上实施 所以暂时短线不会有太大的负面影响 那如果是贺锦丽胜选的话 民主党是总统 但是如果对手共和党也没有办法在参业院有主导权力 等于说民主党未来在利益院的部分应该还是有基础 这对于美国股市是正面的帮助 另外就是债券殖利率最近已经上升到了四个月的新高了 花旗证券认为这不会影响到美国股市上涨的趋势 等于说资金还是有在股市方面投资的迹象 这也是电高花旗看好 年底之前美国股市还会上涨的原因 美国其实在上周五公布 Non-Found payroll非农业的就业人口 竟然只有增加1万多个人 比市场预估的要增加15万人来的少 就业情况不理想 但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波音飞机闹罢工 那另外就是美国最近有两个飓风的来袭 所以其实上周五公布的非农就业有点失真 不是真正的情况 所以就业情况不如预期 照理说连准会应该要赶快的大幅度降息来带动经济 照理说债券殖利率应该要下降 但是没有 上周五邦业债券殖利率依旧上升到4.386% 冲上了四个月的新高 所以债券利率拉高 一般预料美国年底之前不会大幅度的降息 那到底这个星期联准会不会降息呢 目前降一码机率还是蛮高 如果降一码上市贵公司败款的利息负担减轻 这个也是目前支撑美国股市上扬的原因 还有一个本周二 就11月5号美国时间 台湾时间是星期三 美国即将进入到全州的投票的情况 我们刚提到有将近一半的人都已经提早的投票了 那现在关键是什么 总票数是538张的选举人票 谁拿到一半以上 谁拿到270张选举人票 笃定进白宫 但是关键就是在中间这个108张票的关键摇摆州 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是投给谁 那表面上看川普是219张的选举人票比较多 但是关键在灰色地带的摇摆州 我们继续来看到这个摇摆州 大概有10个摇摆州 现在最主要的关键呢 包含像Georgia乔治亚州 有16张选举人票 好那CNN呢 这个民调是认为说 密西根还有像威斯康星 以及包含宾州 都是投给贺锦丽 那这个是CNN自己的民调 还不是真的很笃定 那但是如果说贺锦丽真的拿到密西根 威斯康星还有宾州 如果他再拿到Georgia乔治亚州 那笃定一定会进白宫 那川普这个地方在巩固的是北卡罗兰娜州 所以在星期六的时候 川普跟贺锦丽都直接来到北卡罗兰娜州 两个人选在同一个地方 因为北卡罗兰娜州就占了16张的选举人票 两边还是互相的喊话 我们来看现场造势的活动 美国选前超级周末 即使北卡罗兰娜州 已经有超过380万人完成投票 两党候选人还是赶在提前投票的最后一天 继续冲刺选情 显示摇摆州依旧难分宣制 民主党贺锦丽继续端出政策牛肉 共和党川普周六也在北卡顾票 这已经是川克连续第四天 在同个州竞选造势 十一月四号也就是选前一天 川普跟贺锦丽不约而同都重压宾州 因为宾州一例进的大选结果 几乎就能知道谁能入主白宫 只是随着时间越来越近 川普媒体与科技集团的股价大起大落 纽约邮报跟报道旗下社群平台Truth Social 可能会被马斯克的X平台并吞 大选倒数赌盘也相当热络 预测市场平台出现有神秘男子 豪值3000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9.5亿压川普胜选 外界质疑动机不单纯 不过这位神秘人士受访表示 自己只是想要赚钱 并非想要操纵大选走向 从股价到赌注 这场被视为最激烈的选战前夕 一举一动都成为关注焦点 记得高兴国豪赌报道 好那么来看一下选战真的是相当的激烈 那现在贺锦丽跟川普在摇摆州 积极的来拉票 而贺锦丽已经往他的家乡加州 California寄出了邮寄的选票 那么贺锦丽在重要的摇摆州 密西根州也举行造势的活动 那川普现在在宾州也发表大型的演说 所以现在两个人都先往摇摆州 等于说制造业工作机会很大的地方 来积极的拉票 好这个影星们现在选边站 这个人是谁哦 哈里逊福特曾经演过空军一号 总统这个男主角的哈里逊福特 现年快82岁了 直接的站台哦 他直接透过公开的影片表态 是支持贺锦丽的 那所以呢哈里逊福特 这个地方是不是也会引发 这个后续粉丝们跟进的效果 那么其实之前最早泰勒斯 就发文挺贺锦丽 比安西歌手 还有乔治克隆尼隐形 李奥纳多也都是支持贺锦丽的部分哦 所以好莱坞巨星先表态 是不是真的这个地方 他们认为贺锦丽可以给美国比较稳定的力量呢 当然还是要尊重全美国投票人口 一亿五千多万人的投票决定 全世界最有钱的首富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 很早就支持川普的部分 但是最近他直接在X平台 跟支持川普的支持者进行电话会议的时候 竟然马斯克说他是祈祷 他祷告川普可以当选来推动美国更大的规模 而且会帮助川普来缩减预算的开销 不会有这么多通膨的压力 但是马斯克竟然还直接的说 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短期之内会带来经济的动荡 长期来看会促进繁荣 所以连马斯克虽然自己支持川普 他都说如果川普当选的话 短线上股市可能会崩跌 如果股市崩跌 那马斯克首富的身价 会不会也出现缩水的情况 就在马斯克一番谈话 川普当选短线股市可能会跌的时候呢 川普概念股DJT 上周三一天大跌了22%的幅度 创了半年来最大的下跌幅度 这个是川普媒体的部分 之前有人赌他会当选吗 所以资格党股票一直飙高 但是自从马斯克担心了 川普当选短线上股市会跌之后 川普概念股票竟然还跌到了 这个10月22号以来的新低价位 所以到底是不是真的 川普当选的几率变成 越来越少的一个状态 也让大家蛮好奇的 但是无论如何 上个星期美国的科技大厂法术会 带来了让大家稳定军心的展望 就是四大云端业者 包含像是亚马逊 谷歌 脸书还有微软 一口同声都提到 明年还会调高资本支出 将会突破大概台币 7兆7千亿元 比今年的额度要增加一成以上哦 所以大型资料中心 大型的高速运算 还是需要用到AI 这对于台湾伺服器公司 广达 伟创 维影 音叶达都会带来正面的帮助 好 那亚马逊 Amazon 现在跟谷歌 微软窑积极的进军到东南亚的市场 包含在新加坡 越南 马来西亚 都会盖大型的资料中心 所以东南亚这个地方 本身台商就在这里有投资的 像是鸿海 广达 维影 也都有机会语录均证 那至于在华硕积极的冲刺智慧手机的 鸡海战术 公司在这个月19号华硕会发表信贷的电竞新的手机 所以呢 除了AIPC之外 连这个手机都是华硕不放弃再度掌握的新市场哦 那么在辉达已经是 今年以来股价涨幅高达了1.8倍 最新的消息 这个星期五开始 NVIDIA 辉达会取代英特尔的部分 正式成为道琼30党的重要成分股票了 其实美国有一个研究 如果你看道琼指数大概就猜得到 应该是贺锦丽当选几率高 最近美国的道琼指数依旧居高不下 那么包含辉达如果这个星期五 又正式成为了道琼成分股 如果辉达在11月20号公布财报之前 法人认为财报跟展望会不错 先行投资的话 可能还会在美国选举之后拉高道琼指数的表现哦 那辉达取代了英特尔 这个历史性的意义就是AI人工智慧 现在在美国的心目当中 占的比重已经是越来越高的情况了 那么提到了英特尔即将被取代道琼的成分股 但是英特尔会继续在费城半导体 跟NASAC指数继续的挂牌嘛 那这英特尔虽然快要被取代 可是股价是上周五表现相当的好 主要是它的财报跟展望高过市场的预期 英特尔也宣布了18A的制程 有两个全新的客户 所以股价往上的飙高 那么英特尔的执行长季辛格 也多次的来到台湾 现在还是展望未来是不错的 大家为英特尔财务捏了一把冷汗 可是执行长依旧是信心满满的说明 我们来听看看 所以英特尔的 英特尔的财报跟展望高过市场的预期 18A的制程也有迎接新的客户 虽然它的技术还赢不过台积电的3奈米 但是部分的产品依旧有可能先委托台积电来帮忙代工 所以其实英特尔也算是台积电营收的重要来源之一